今天請到的講者是我們體育師的姚成義姚主任 姚主任剛好也是我們這個運動科普講座的 催生這個系列講座的最重要的人物 所以前面幾場如果有參與過的朋友 我覺得收穫很多 我自己也是學到很多 那今天報名的人其實是遠多於現在 不過應該天氣的關係 我想他們陸續續會載到 那我今天就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是要介紹姚主任 我要拿小抄 因為之前的那個speaker 都是我們姚主任幫忙邀的 好呢 姚主任是我們學校體育室主任 這個大概問一下 在座惹是學生有上過姚主任課的 可不可以舉個手 好 你們今天是被逼來的嗎 好啦 那姚主任有哪一些職嫌呢 我覺得這些職嫌 對不起 我必須這樣說 我覺得這很無聊啊 比如說又是什麼理事啊 又總幹事這些 這些不重要 我覺得比較好玩的是這個 百月87座全馬28次 鐵人3巷16次 石門水庫日月潭橫渡5次 啊 才5次了 對不起 你這年紀應該就多了一點 那我可以問一下我們 污染水源就不斷了 謝謝 那我問一下姚小丁你幾次 你日月潭幾次 你看你兒子都兩次耶 你大怕這麼多歲 他很快就會超過你了 好 很多都超過我 很多都超過你 好 那有一句我覺得這個非常有趣 那個我們姚主任把他放在 身體素質這一項 因為他介紹他個人的運動經驗 他寫的是 雖然渾身飾傷就是愛運動 嗯 我看起來好好打 為什麼渾身飾傷 真的 然後呢 我還有一個自己比較訝異的是 我們姚主任他是武術三段 柔道兩段 所以這也用在學生身上嗎 對不起 我只是你知道 朱老師也乒乓啦 就是小孩身上 我們大家問一下好了 你知道我們上課有時候上的 真的很沮喪的時候 會希望自己手上有一些武器 可以對付學生 不曉得我們 不曉得姚主任 幫我拿來對付學生 大家可以問一下同學 好 那我其實剛剛忘了做一件事情 就是忘了介紹自己 因為可能有一些同學或朋友 是第一次來看他這個講座 雖然這是最後一場 可是會是最精彩的一場 我是中央大學科學教育中心的主任 朱慶奇 那我同時也是物理系的老師 然後會有一個這麼精彩 然後有意義的系列科普講座 其實剛提過了最重要的靈魂人物 是我們的姚主任 所以當然要排他來壓軸演出 所以今天我們有一個小的副標 是要談就是我們希望 我們的人生是很享受的 然後對我們女生而言 我們always很享受 很享受 很享受一下 可是呢 其實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實是享受 受命的受 什麼意思 現在人都活很久 可是活很久不代表 你可以活得很健康 所以我相信姚主任今天要告訴我們的是 你在活很久的同時 你可以享受你這個長壽 這個壽命 那應該怎麼做 不管從生理心理 我們姚主任的專長 不好意思 我還是要介紹一下 他是這個 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系的博士 然後他的專長是運動生理 所以從這個心理生理的角度 我們可以怎麼樣做到這件事情 我們就請姚主任來告訴大家 請姚主任熱烈的掌聲歡迎姚主任 謝謝 那個我待會直接破題 可能會讓姚主任非常失望 不過我都講實話的 誠意嘛 成章未後之得利 一卓今生不絕破 那個誠意啊 講都講實話了 但是別讓大家難過的是 待會兒 這個 每次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讓我知道 大家會時間的比率很低 因為有一個心理學家講 一件事情要叮嚀21次 大家才會聽到耳朵裡面 才會去實踐 每次學期都18週 所以為什麼 我們每次要叫你規律運動習慣 都沒有發揚成原因 就是我們應該把那個學期拉長 拉長到21週之後 或許成功比例會高一點 那我也感謝這個副校長來了之後 讓我們的這個孝順不斷 那今天既然是科普講座嘛 我們希望用比較輕鬆的方式 把這個輕鬆帶給各位 輕鬆之中也有一些自信的東西 我剛剛一來的時候 我一直在講 我剛剛講插個圖在這邊 那個圖就是上 這個12月份 那個國科會他們在做個專輯 有關於競技運動員的這個身體檢測啊 技術分析啊 包括醫學 醫學或者身體學的東西 如果擺在這邊 配合這個運動素養 對這個圖啊 剛好符合了 我今天要調那個主軸 你們知道每一個人到這邊來的 或者沒有到這邊來的都一樣 從零歲配胎起到一百歲 如果你可以活到一百歲的話 你把話分為人生不同階段 各位 我們都離不開體育的 如果你記得李福恩第一場次來 李福恩李老師第一場次來 大家在做雙向這個討論的時候 有個同學問他 你可不可以給中大人一點建議 你知道李老師是很腼腆的 雖然說話很多 不過他是蠻純樸 他講一句話 誰還記得那個話 這個眼鏡送給你 那兩個字 誰 有沒有東西送啊 不要 好 來 誰還記得李福恩李老師 只講兩個字 他是我們國家頂級的運動員 拿過17、18名奧運十項金牌 亞洲杯金牌兩面 破過全國 17就是破全國跳跳紀錄 然後那個撐竿跳 保持了將近20年撐竿跳紀錄 保持的人 他倒了 也不講到老了 破爪還有三斤鐵釘 他講兩個字 哪兩個字 科普失敗 科普失敗 健康 啊對了 健康 你聽我提到好幾次了 禮物打扮 他就講兩個字 你看他輝煌過了 從禁忌 我剛剛那個圖沒有拿出來 就是禁忌運動員 到這個 他才生下來 那這段期間 你把它劃分人生不同階段 我在師大老師也沒有教我 我說 我太太懷孕的時候 應該怎麼幫她做 幫她怎麼用運動來調理 只有我的母親跟她說 你生完後要做月子 所以如果你可以在 聽完這講 或者以後 你開始對於運動 有另外一番認識的話 我覺得就是我們這門課 或者是我們這個講座 最大的一個目的 那鼠中無大將 廖化座先鋒 擺在後面的並不是最好的 而是已經排不上去了 趕快至少衝九獎 我記得衝七獎 但是祝老師跟我這樣講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在意 我講了一些什麼事 那又回去了 享受 真的是享受嗎 這個是我們參加 荷安山高山馬上的時候 這是我們這個 何總達何老師算對 然後他來做操 我還在後面打電動 還在後面打電動 一副這個不上道的樣子 然後呢 欸 哦 賽前一副帥哥 很屌的樣子 然後呢 中途餓到 這房老爸去跟人要饅頭吃 因為這個 一堂環境嘛 然後前面跑太快的 把東西吃完了 那老爸就厚著臉 就跟他要四分之一的饅頭 後來就看到鳥可憐嘛 就給我們一整個 然後我就發揮 發揮父愛啊 問我要不要吃啊 我說不用不用 結果看那饅頭 肚子越來越餓 不過後來就油了半個給我了 那這次上車之後 累他變成這個樣子了 所以是享受嗎 余謙 余謙謙那次跑得很快 我老師也跑得很好 我跑得更好 可是後來 這個因為要互助的關係 就在後面陪孩子要饅頭 那個享受其實很主觀的 從生理素質來看 馬拉松 從尿液血液分析 沒有素質是在normal range裡頭 沒有素質 全部都是壞的 他的好處來自於主觀認為 我做了一件沒有人可以完成的事 我做得到 你做不到 所以那個身體所遭受的痛苦 不可預言也 不能跟別人講 可是那個就運動心理學來講 他是個神秘經驗 講到神秘經驗 其實就是一種很主觀的感覺 你只有靜音期間的人 你才可以知道慢跑 你為什麼那麼快的 做任何運動人 我大概會舉幾個例子 從武術 從舞蹈來說明 他們之間用身體來做這個討論 對壘的時候 那種很主軸的感覺 藝術其實是主觀成分 所以是不是享受 其實很主觀的 那享受呢 我常講一句話 健康的胖子 比不健康的瘦子 比不健康的瘦子健康 健康的胖子 比不健康的瘦子健康 你如果警覺瘦 瘦是因為後面代謝疾病 一大堆出來了 那你警覺意識到 健康的重要性 為了要上下堆有人要照顧 或是享受你生活的品質 你會開始去 Managing your body weight 去管理經營的體重 而不是從社會觀感來看 哇減瘦一公斤 等於這個一萬塊的金台幣 所以美國運動醫學會 給減重下過一個定義 不打針不吃藥 不用清理性的行為 來達到體重控制目的 那個才是正確的 你想想看只有什麼 跨領悟的療法 你是控制 運動控制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 理論上的行為療法 行為改變法的介入 而這種改變法介入 我們課堂上也在用 戒嚴戒毒 運動習慣養成 毒素習慣養成 都是行為改變法的 那個理論的介入 那如果用 管理上來 管理上來介入的兩個因素 運動跟飲食的控制而言 不就是毅力嗎 你可不可以有點毅力 多運動半個鐘頭 有點那個毅力啊 少吃半碗飯 其實 你把問題解開來 可是你看這邊這些女士 她們看她們有自信的臉 她們哪會在乎身體那麼龐大 我胖是我家的事啊 干你干你什麼事啊 對不對 洪心寶能翻能摔 雖然大大早我也是一身病了 可見胖還是不好的 不過享受嘛 不要只看待受那個字眼 那是社會世俗加諸於女性 物化或者男性 健美化之後的描述名詞啊 你應該回過頭來說 我如果去把我的體能體力健康做正正牆 身體的這種組成跟身體控制在安全範圍之內 那個是附加的產物 而且所有長壽的人後面有幾個文獻發現 他們在從中老年到老年之後 其中體重都維持在一個常態 他不會上下企圖變化太大 這個是一個特徵 長壽的特徵就是 他的體重都維持在一個範圍之內 享受 誰可以跟我說 剛才李清雲這個人啊 活了幾歲 你知道他活了幾歲嗎 你知道嗎 李清雲啊 李清雲這個世界在紀錄上面 活了最長的人 是紀錄科大的校長嗎 不是耶 不是在錯 太一樣 258 歲 各位 這個是有紀錄可群的喔 這是那個Times以後紀錄出來的喔 他在 我看了自己傻眼啊 這個他在200歲的時候 還到大學去請教 娶過24個老婆 娶過24個老婆 不曉得他怎麼活了 不曉得他怎麼活了 可是他長壽秘訣呢 我們先關掉來看他長壽秘訣 跟運動一點關係都沒有 素食平靜開朗 那長壽秘訣 那長壽秘訣 把長壽秘訣當茶喝 這是他 至少從這篇文獻看 看他這個綜藝師啊 那長壽之密 又是怎麼說呢 其實韓代 那個日本啦 然後蘇聯啊 都有很多長壽的這個人類啊 長壽之密 其實有很多哈 不過你看這個 我就看看就好了 每一點可以讓你多活幾年 如果你這麼斤斤計較 可以活幾年的話 每天用300毫克的維他命C 可以多活5.5年 多活4年 多活2到3年 多活10年 這麼一度加下來 運動也不過才多活幾年 多活8年 那陪狗走路也可以多活5年 陪狗運動 那陪狗運動量增加了嘛 那如果還有 有些文獻他是從男人的角度 或者從健康角度 去看你可以活多久 但是這裡面只有三個跟運動有關係 跟運動有關係 而且他還沒有考慮到運動的強度 這個是我們在看資料的時候發現的 那運動 跟受命的關係 我要取反證了 葛瑞菲斯 外號花霧蝶 38歲在睡夢中因癲癲去世 解剖之後發現他可能沒有不禁藥什麼 因為我們都猜測 因為他體格壯的跟男生一樣 打過了一百兩百的世界紀錄跟跳遠紀錄 非常有名的一個葛瑞菲斯 他從發跡到成名 從開始訓練到成名 才不過十年而已 像這個星星一樣 就去了 那在 19 今年 今年 7月31號 有兩個運動員 也是因為心臟病猝死 那每年在運動會當中猝死的 或者因意外排練到踢死人 運動會中常常偶爾會出現 但不能夠因業廢死 因為他那個不是常態 有人說攀岩很危險 可是攀岩 攀岩受傷的是車後的七分之一 那怎麼沒有人說你在馬路上走路是危險 只不過你在從事一個健康行為 當你發生意外之後就會被媒體渲染 但千萬不要因業廢死 我們今天見到一個消息 有學生在我們周邊 被一個壘球打到 然後告學校要賠兩百萬 目前在處理這樣的事情 那我聽了其實心裡很難過 因為運動場上有所謂的規矩 那個game 但是如果是有什麼狀況的話 應該用這個善意的方式 而不是用法律途徑來要求 去做什麼做什麼 他也是中大學生 那可能還要再討論一下 那運動與壽命 那運動與壽命 有一個加州大學 他們一個研究 每天跑四十分鐘壽命較長 且認知功能也比較有 比較不會跟老人痴呆 小於四五分鐘的運動可以延長壽命 我當初看到這個赤裸針的新聞的時候 這個消息的時候我也是嚇了一跳 因為我以前接受訊息 那有用運動應該拉長更長 而且這個是低強度的 因為我們身體的刺激 它有那個劑量效應 劑量效應啊 運動性格跟運動強度成正比 然後這個是量 量這個是強度 那會受傷有效果都是強度 那個量刺激小 你再怎麼嘗 有它的效果 但效果沒有強度來的那麼顯著 那但是這個又是 國際排第二名的這個雜誌看出來的 是國衛院跟國外學者 這個做出來的結果 每天多消耗三百大卡 可多活兩到三年 每週跑兩英里四趟 可以活八點五年 陪狗散步可以多五年 請問兩英里是 塵上1.6 塵上1.6 就是公寧 好 好 因為我學拳嘛 然後大家都 都在拳音上面說 太一拳練了什麼 練一個把身體化為嬰兒柔 像嬰兒一樣柔軟 另外一個嬰兒練什麼 練啊 延年益壽不老春 然後我們來看啊 楊佳 我學的是楊佳的 壽命依現在來講 也不見得高到哪去 而像這五十三歲五十五 是不是叫早妖來的 我都五十五歲了 早才去了 欸 那個 抗戰剛勝利的時候 原住民的壽命是27歲 當然環境比較惡劣啦 或者是衛生條件差 或者酗酒什麼的 或者意外 打也意外 造成他們壽命第一次 一個月 另外一個 成家大將 壽命只有三個到八十歲 什麼叫仁瑞 超過一百歲 叫仁瑞 可是 我看一般人 在這種年齡裡頭 並不算長壽的 我們禮拜六參加 有個同仁的母親去世啊 九十五歲 我說女性弱者啊 為母則強 狗眼殘船 都可以活到九十幾歲 我們家老婆啊 他們家三兄弟 九二 九三 九二 三兄弟 都是九歲以上才走掉的 所以那個 以運動來講 太肥犬已經跟人家講說 嚴年益壽不老春呢 結果他壽命 並不比一般人來的長 而且他運動長度是比較低的喔 那所以各位 特別朱老師 希望用運動來達到壽命延長 說不定是這個 還要 還要有待這個資料的收集 所以我跟下一個簡單的結論 運動與壽命的關係 上代更多資料才可以歸納 不過一般構思啦 大家不要難過 適度的運動者 比一般不運動者 壽命長 這個是 過度 勿用 沒有用 運動者比一般人短 所以如果妳這樣 該來區分的話 競技運動員 都是過度使用的人 Overused 我們啊 一般人 不然妳按照333 或者555 或者按照一個鐘頭 每個禮拜 collect 150分鐘運動 或者兩個條件 我們算是 規律運動者 是運動者 OK 那 所以 那運動在我們 對於 生命生活的價值在哪裡 我希望大家能夠回歸到 運動本質上面 還有 延伸附加價值的效應 才是從事運動最大的收穫 那我可以跟各位討論一下 分享一下 運動這件事情啊 到底是怎樣的一個 一個本質啊 以大肌肉活動方式 來達到全人教育的目的 以大肌肉活動方式 是大肌肉喔 所以 我常常在納悶 為什麼圍棋 象棋是 放在這個 全國運動的旅館裡面 在大陸也是一樣 可是後來 我去問他 他說 很久很久以前 就已經放進去了 所以我們是後背嘛 所以我們也沒有辦法去改變 坐到那邊 然後下這個 是個小肌肉的 不過 放都放嘛 那 那遊戲的本質 運動的本質是遊戲 遊戲啊 在追求快樂的 所以 運動是要追求 享受快樂的一個目的 那另外第二個 附加價值 融王用清大 馬約翰教授的這個 事蹟 來跟各位做一下說明 清大 今年辦了一個追思會 把馬約翰就是在清大 教了52年的一個運動教育家 體育教育家 拿出來 要讓清大梅竹賽 再重新復了 因為梅竹賽後來取消了 因為學生跟學生爭 學生跟老師爭 老師跟老師爭 老師跟學校爭 學校跟學校爭 都到後面大打出手 已經失掉了辦比賽的 其他富家的價值 跟他的意義 馬約翰老師 他是個解剖學系畢業的 畢業生 教體育 教解剖學 一個一年 就覺得 教教學太有限了 對學生的幫助 積極性太弱了 他跟學校說 他要去教體育 他本身也是運動員 從此 教了50億年體育科 然後在清大 當了好長的一個 體育室的主任 把他的事件拿出來 他後來春天大學 寫了一本論文 就叫做體育的遷移價值 在1925年 這是第二次到美國讀書的時候 他去了兩次 所以有關他的事件 大家可以參閱 Google 或者到清大小說廣去看 所以他的體育的遷移價值 已經不是看在skill上面 那個一膽二眼三角四立 那個巧字啊 技巧而已 而是延伸出去 後來我也仿效 我也有搖大的理念 什麼是搖大的理念 雖然有人這個 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有人不屑一顧 不屑一顧 我說不屑一顧的時候 有同行覺得 這沒什麼 可是我覺得 希望跟大家做一下溝通啊 就像我剛剛看到有穿拖鞋 進來聽演講一樣 我們為什麼要第一週 要強調整潔 強調禮儀 強調服從 強調態度 強調紀律 強調控制 強調經手 強調這些18週 配下來這麼多東西 那最基本的整潔都做不到 你到體育館來 用完就走掉了 你怎麼知道 志工 體育老師 公讀生 在幫你整理場地 你上體育課 曾經主動去整理場地的挺拘手 多大學生啊 老師不要算啊 喔不錯 因為太方便 有人幫你做這些服務了 可是你知道 什麼叫遊記入道嗎 遊記入道就是 愛烏幾鳥 你學什麼運動 你會愛惜他的服裝 他的帽子 他的器材 他的場地 學武術進道館上去 不管有沒有人 對上位 隔隔隔隔一個公里 練完了 不管有沒有人 出道館 關門之前 再去上位 再隔隔隔一個公里 念太極 靜靜定慢 雲柔原松者 靜 那個靜子 就是我尊敬犬 我尊敬 來從我學者 我尊敬 我自己教你 我就不亂教 一讓而生 下而飲 必也設乎 都是從靜子開始的 從互相尊重開始的 那第二週 強調禮儀 很合適吧 那一路過來 一路過來 其實就是運動家的櫃冠 你是運動員 運動家 就看你後面展現的氣度 你受了 以大肌肉活動方式 展現你全教育之後 你看陳景欣 陳老師 去年我們辦兩個講座 溫良公典讓 不要以為他沒有技術成分 各位 各位 你看到這個堅持 人之傻勁 卻也是令人感動的特質 我說何忠達和老師真傻 去跑南部45公里 我說下禮拜再去跑這個 這個東麻 全麻 他說幹嘛跑半麻 跑全麻 那個就是傻勁 每天光風下雨還出來 五點半出來運動 那也是 那也是笨蛋 棉被多舒服啊 可是我跟你講 會讓人在感動的 就是這股傻勁 聽他們冷用 對 往水裡面跳 上來哪個抖得要命 那個就是培養運動員 軟實力 堅持 對抗外在環境的一個抗壓性 各位看 控制 恰到其分 恰如其分 精力之善用 即手實 我本來要秀張照片 我去各停車場 照不出來 我們同學不會歸歸距離 看前車一路路路路路路 拍整齊的 沒有叫你標題對證 至少不要稱之差太多 連停車都停不好了 你進雨球管會打好 我也不相信 你停車都停不好了 你進雨球管 會在那個square裡面 打到很精熟 讓別人 讓你自己獲分 我也不太會相信 所以由紀錄到轉而出去 會變成對行為的規範 那個stoplight 我就是不超過那紅線 我輪著一點都不超過 因為我可以把油煤 控制得很好 煞絲控制得很好 這是從運動展現出去 展現出去的那個行為 其實光線這樣 我就會 可以講到很多人睡著了 我不講 這是搖大裡面 剛才會常識到 跟我們通通溝通 我們這樣去要求學生 基本上 我們要用身教 用身教 去讓學生感受到 我們的這個用意 那運動跟體育課 講到有趣的了 符合達爾文講的 物競天者 試者生存 拉馬克講 用盡 用盡廢退 體育 運動學習訓練理論 叫做這個 特殊性理論 你重生那家運動 久了之後 你的身體會趨向那家運動 最佳化的身體體型 跟身體組成 你所有的功能 跟能量的輸出 不就是用盡廢退嗎 所以我女兒這樣要過來 我女兒這樣跑 就這樣 兩個人 一常要做turnout的 然後跑過來 就往外展 就這樣過來 那就是一個特殊化 訓練的一個作用 那 公敬偏則 試者生存 兩個都是生物學家 我們的心臟 為什麼 預估只是220 220減掉年齡 然後減上 來乘上多少比例 來當作 心跳最佳化訓練區間 你的心跳可以跳到220 你只讓他在72校那邊游移 看到漂亮的女生 了不起跳到90下 你肯定不會跳到180 因為沒有女生 漂亮的可以讓你跳到180 可是運動可以讓你跳到200多 你要常常到200多去玩一玩 哪一天你被狗追 被人家追殺的時候 你的腎上腺素會讓你超過六倍的身體反應 你的心臟肺脹 你的身體功能沒有應付六倍的身體反應力量的時候 你會受傷的 你會立揭的 然後就怎樣 就被人欺負了 那體育課可以用來幹嘛 體育課可以用來選擇朋友 可以用來折偶 為什麼我說折偶很重要 內人不愛運動 你千萬不要跟他交友 反應運動 你這樣要幫你兒女找一個好的爸爸 沒有體力 反應不會起來幫你泡奶粉的 你抱不動的時候 他會直接過來幫你撫慰孩子的 體力好做什麼事 他會持續性比較長 那折偶也是啊 運動工人當中 他從來不去搬器材 那打籃球他從來不給你球 他老是一人上籃 就是要內人自私自利的 爬山也是 累得要命了 因為很多人蹲下來 很多人還會燒臺 埋鍋造飯 去找柴火 可是有些人他坐在那邊 他就不動 然後玩樂人上來打擦先吃 然後玩樂人都到旁邊去了 也不洗碗 所以體育活動 身體活動 或者爬山 我覺得可以看出一個人的真性情 那個性就決定了 你要不要把他當成將來事業的夥伴 或者益者三有 損者三有 的一個選擇條件 那我們在折偶過程 不是要看體型底格嗎 還要看個性嗎 都可以從運動活動過程當中 看出一點端倪 所以體育課沒有你想像中那麼單純 那如果會逃避體育課的人 當然我們不講其他原因 那可能是 老師也要檢討了 但是大部分原因 大概都是這個 學生偷懶啊 或者這個 認為體育課不重要啊 可是當你覺得 每次體育課來 你都可以藉由 從投降表現 為你的孩子 找一個好的爸爸 或者好的媽媽的話 所以你來上體育的動機會強烈一點 那 What is physical literacy 或者 sports literacy 這個運動素養 這個名詞啊 跟法律素養 跟美術素養 跟音樂素養 是一樣的 他不是品格道德 德性方面的一種能力 他是一種實際可以用的 是一種方法 是一個工具 當你在人生的不同階段裡頭 你可以用在這個 不同階段裡頭 那怎麼用 是因為 身體的訓練 當然我故意找一些 這個是那個 這個是 這也是 這也是吃進藥 常常是這一批都吃進藥的 這個是班強生 那我們來看看 我所謂要表述的 這個 冰動素養是什麼 這裡有幾道題啊 因為時間的關係啊 我們也不真的去考了 但你心裡要了解一下 你會熱身嗎 或者你會緩和運動嗎 那何起錯啊 你會做這些動作嗎 那另外一次 333運動方案是對的嗎 333是9耶 你只會3對不對 我可以大膽猜說 你只會3 你不會9個都講出來 那你知道PRICE 運動傷害品質處理原則 你會處理嗎 會處理的我送到一套 金庸 金庸這個 不要拳擊啦 金庸的這個 一套輸掉了 PRICE 代表隊 游泳代表隊 這個 來的頻率最高的 聽說余謙要考 十大運科所 余謙 金庸 俠客行 壓迫休息 拔高 休息 運動 擺高運動 對不對 好 那呼你 要併覆多久? 15分鐘到5分鐘 為什麼? 要讓它破掉的血管 流出的血,流到組織一中的血 為什麼不可以超過20分鐘? 為什麼不可以超過20分鐘? 怕其他的組織又開始斷斷的 動傷? 對,還有什麼因素? 冰太久不是5分鐘 因為冰太久了,人體會自然產生 術擊機會顫抖、會發熱 熱溫度又上來了 跟這個剛好矛盾 因為冰太久嘛 紅種熱通要溫度下降 那這個後面這個 衣是抬高 沒有問題 最後面這個衣為什麼要做exercise 已經受傷了還要做exercise 是因為運動上那邊的血流 就是到達那邊然後補充養分嗎? 對,部分 因為你在做運動的時候 它有物理伸縮的方向的硬力啊 然後它既然傷害嘛 它在神經調控上面已經缺損了 但它的運動 因為運動本身它有積極正向的 增強體能運動的處方 它有維持養生運動處方 它有復健式的運動處方 所以你受傷之後去復健 復健 復健 它那一套也是廣益的exercise 老師用來復健用嗎? 不錯啊 這個doms 那個謝老師上次已經解釋過了 就不再提講 這疲勞呢 疲勞有局部的有中樞的 那中樞疲勞其實要補充 腦部補充某種蛋白質 就可以恢復過來了 那從運動素養來看 我舉兩個例子來說明 如果你有運動素養 或者你自己在做別的運動的時候 你把這些條件放進去 其實它是包含了我們體育課程 學習裡頭的三個要素 技能學習 然後認知類學習 還有一個情意培養 情意培養就是情緒 或者藝術類的 或者是感性的 它有自信的 還有這個Moto Learning 就是技術學習方面的 這三大主軸 可是放到現在討論 其實在後面會越來越複雜 各位忍耐聽著 因為從武術上來講 那武術是小肌肉群的運用 多元肌肉小肌肉群的運用 所以它可以用在發展發育 如果你在從小 或者這個在五六歲的時候 開始入門 學武術 或者舞蹈也可以 或者其他運動 每個運動有最佳化的 學習的年齡 每個運動都有 越是紀律式的 越要往後演 這種技巧 所以以五所言 它是無氧趨向乳酸系統 無氧不用氧氣參與 就可以產生能量的 然後乳酸系統 以五分鐘當界線 我們大概有個圖來說明 五分鐘當界線 是最累的 所有的自己都是五分鐘 四五分鐘 柔道摔跤 跆拳道 都是用五分鐘 來當做一個 一回合 為什麼 因為它知道讓你最累 所以中長距離最累 八百一千五百公尺 剛好到乳酸系統的 末寮 因為你如果 你不可以等氧氣過來 氧氣過來 長得很 所以身體訓練 就要增加了 法氧訓練 耐氧訓練 耐乳酸訓練 來增加 提高你對於乳酸 堆積之後身體產生 你送化的那種環境 因為一套拳 頂多一分鐘 長拳除外 那個太一拳除外 太一拳 這個可以打到 二十幾分鐘 這另外一種拳種 那以無數來講 它健身 防身 養身 修身 都可以 都可以這個 達到目的 這是它的附加價值 不然的話 這個修身怎麼做 因為你知道一出拳 人啊 就可能出狀況 不是你進牢房 就是它進病房 兩個都不會有好處 所以你練得越高深 其實你越謙卑 那它發展呢 武術發展 其實它有一些脈絡可循 武術啊 在學校體育裡面 有武術的教授 然後在修校的國具武功 就是這個武術的一個龐姿 然後還有它的服裝什麼的 那對於坊間夜市賣藥的 賣藥啊 不是賣藝啊 賣藥的 他們也會炫一些鐵侯宮 這個金鐘罩鐵布山之類的 可以把那個空手把石頭給敲碎 還有一個是這個 如果你知道 傳統武術重鎮在台灣 那你會要 非得回溯文化大革命 革命的時候除世舊 把很多傳統東西給餅除掉了 所以後來鄧小平開放之後 很多東西要從台灣找回去 那大陸另外又發展了新武術 那新舊自分的區野在哪邊 新舊自分的區野在哪邊 其實大家在 在學習武術或者 在運動過程當中 也要延伸出去做學習的話 那我們來看看啊 這個是一個八十三歲的 八十七歲的老先生啊 在打彥青拳 有人說 學拳一套 終身受用不盡 你可以想想看 他身上用的肌肉群有多少 這是八十七歲 然後動作 動作之多啊 動作 招式之多 你光是要記憶 我想他已經不用記憶了 身體已經變成 反射性的一個動作 因為運動學習過程 到後面就變成反射起來 想都不要想 用肌肉群的肌肉群 那不會 插進去 接著 喔 好 看 你會 接著 這蠻不先 三次 三次 結晶 好 所以我們學武術的一套就一套 然後服裝也不用換 音樂也不用換 然後他教油養舞蹈 拉丁舞昌要找音樂 找服裝 然後這個要找這個新的舞步 還有背課什麼什麼的 就每個運動有他的環境 那你學的武術 學的養生術 你當然要知道中大這個校園裡頭 有多少地方它是可以讓你 拜名詩仿高朋 對於記憶的增進 這個會有一些幫助 你累了 你累了 去走一走吧 現在中大裡頭就這麼多 這個跟武術養生術類有關係的 這個團隊在這邊練習 有校內有校外的 當然還有人就直接找到校外去的 那個郭婷和老師要練劍道 也跟我們聯繫 那第二個例子 慢慢侵入到 你對身體素質 我剛剛講的運動項目 你喜歡什麼運動項目 但不會也沒有關係 站在情意培養 看嘛 我們怎麼可能像Micro Jordan可以飛起來 他飛起來 從中間飛起來還可以空中走步 我們看完一觀子 一個就代表我們讚嘆敬佩的這種感受 那輕易培養 你不覺得你做夢也常常夢到飛起來嗎 我夢到好多次飛起來 然後還可以看看籃框 然後再扣著 就兩個字嘛 好爽 醒來才知道沒那回事情 那柔軟度只是用一個例子 我們的身體素質那麼多 最大肌力 柔軟度 爆發力 這個速度耐力 到後面的心肺耐力 不管是有氧式的 無氧式的 只代表一種素質 那個東西叫做柔軟度 他的定義 肌肉或關節活動的最大範圍 那身體肌轉 其實是保護肌轉 也是訓練他的肌轉 你要刺激他 什麼叫訓練嘛 反覆刺激叫訓練 讓身體產生adaptation 那個齁 跟學習效果有關係 跟教了一個 你不學習 你下禮拜來 回來 所剩不多 為什麼反覆在那邊教 因為你們 扣之大則大名 扣之小則小名 你不扣 我們不教 有些老師雞婆 他還會叫你問 叫你問問題來扣他 你如果 你對你自己所學的東西 不要求自己 我跟你講 體育老師太好混了 我跟你講 體育老師太好混了 你們的記憶程度 永遠趕不上體育老師 因為他們都已經到了反射期 自動期了 認知期 訓練期 訓練期那麼榮長 從青少年時期到中年 每天都還在運動 你們從大學才入門進來 你要怎麼贏他 所以你要拜明是仿高棚 常常去扣去問 有問題就問 不管是哪一方面的 訓練法也好 相關的這種 延伸出去的 負加價值也罷 這樣子 體育老師不敢懈怠 你有沒有注意到 當你越積極的時候 老師更戰爭心情 有些老師的觀念 叫不言 失之惰 叫不言 失之惰 看到現象 我們不講 是我不錯了 我昨天跟我孩子在開一堂 一個浪子回頭經不換的孩子的騙子 他說如果他的父母死了 他沒有進到校道的話 他會恨學校的老師跟校長 因為為什麼只教我學士 沒有教我品格 道德的東西 你看 那體育的負加價值 不就是我們剛剛在講出那18週 清潔誰不會做啊 禮節誰不會做啊 但是要表現出來的時候 他受限於自己的勉腆 受限於環境旁邊周遭的眼光 受限於 我何必做那麼卑微的事情 就這麼因素啊 劣幣驅逐良筆 產生了所謂的破窗效應 垃圾一丟馬上都會來了 垃圾不丟 沒這個現象 如果你把那個垃圾撿起來了 還是乾乾淨淨的 比較不容易再髒啊 那我們回來看 那以柔軟度來講啊 他涉及到激縮 肌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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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膚 評估一個處方給他 從權力上來講 經常一分壽命多十年 柔軟度跟運動表現 貢獻來講大概五到十%而已 很多運動員並非柔軟度好 柔軟度不好 但他運動表現還是不錯啊 就是他的貢獻度 那利優骨身 靜優鯨發 那這個武術對於拉筋啊 這個是相當的重視的 那太極拳跟瑜伽對於柔軟度的訓練 其實有他的 或者單純的西方的伸展操 對柔軟度的改進是有相對好的幫忙 那這個舉重啊 或者其他運動啊 可能受限 但是游泳選手的肩關節柔軟度最好 游泳選手 棒球選手的軟軟度肩關也很好 但軟軟度啊 剛好就好也不用太強調 太強調會鬆掉 會比較鬆啊 因為運動思想內涵與內容建構啊 其實各位看這個部分就好了 這個是我在當初在思想這方面的問題的時候啊 運動思想越來越多了 從我講這次到我以前想出來 要想要理解這個說 已經大概經過十年了 然後當然你可以看到別人引述的 然後越來越來越複雜 因為我是用課程上面去想的 所以他有這個 這個欣賞與理解的那個 像度了 探索這個 什麼東西啊 探索與表現 應該是表現 自主性的參加 運動 這個幾種技巧 這種方法 原因在這六個這個 主要的成分 所以我唸一遍 自主性的參加 與 結合生活 調剂身心 終身學習啊 平常可以利用 實踐與應用 探索與表現 欣賞與理解 就是 我們最主要是針對他的內涵 內容其實在這邊 運動姿勢啊 運動技能啊 跟運動的一個態度 那個態度就是 有關於你的動機啊 或者是 你想說是運動的一些 這個主觀性的一個 心理的想法 那這個是後來 我看了一篇文獻啊 他講到 大學生運動素養 平價的一個指標 有技能方面的 有剛剛講的 興趣方面的 有這個 技能學習方面的 也有自主 其實我們講 規律用習慣 一定要自主的 有人 要求你來啊 其實都還沒有內化 變成自己的動機 外在的這種 獎勵啊 等到獎勵沒有了 也許你就不運動了 唯有動機強的 還可以維持 堅持到後面 那健康素質 是靜態的 衛保主做的都是靜態的 體育師做的都是動態的 那運動 鍛鍊 或者各種方法的這種學習 那自我評估的能力 剛講羅安度 你怎麼評估 訓練完之後 效果 損益如何 是不是要修正 你的運動處方 運動計畫 還有生理的衛生知識 你如果不懂的一些解剖學 你怎麼知道你在訓練部位 他到底練對還練錯了 很多時候在 你看到那人的步態 大概就知道了 他哪一方面啊 是有一些缺損 練錯了 特別是在重量訓練的時候 你後面練得太長壯 你走路就會 肌肉鬆不開來 就變得挺胸 那如果背練 胸練得太結實了 他又收緊 又變成駝背 所以 如果練到中啊 這個是 大家在訓練過程當中 其他身體素質也是一樣 腿運動是什麼 運動是唯一動態的養生 間接促進研究能量的發揮 間接促進 為什麼 待會兒看 那扮演預防醫學角色 積極的作用而非消極的應對 身教的最佳示範 然後 運動是行為建立 無關乎學歷與社經地位 我可以跟你講一大堆一螺框 他是教授 他是博士不運動 那是生活態度 也是愛生利命的人生哲學 所以運動 在我的定義裡面 他有多種面向 台灣所謂理科博士 劉勝烈 他還活著 他是今年生日的時候 在台大幫他過生日 他都已經102歲了 他是利用武術 來做安生利命 跟訓練自己的一個手段 包括他太太 他到90歲了 還可以經濟獨立 我在看蘋果日報的時候 我從第一版翻到最後一版 跟體育有關係的 我全部把它拍下來 只有一天的報紙而已 一份報紙而已 那一路過來 有減重的 有禁忌的 有傷害的 然後有這個運動員 有關於棒球選手的這個 他可以拿到2.6億 2.5億 因為你看到 體育班竟然要消失了 因為棒球 這個 影響結業選手 被解散了 跑到清潔大堆跟養公處 所以如果他們出路不好 體育班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所以政府也在檢討 體育班是不是要存在 那些問題一過來 其實只有一天的報紙 你看運動跟我們 跟我們的關係 其實關係蠻重的 這個是劉勝烈 他也挺會讀書的 台灣第一位 理工的博士 那在中大的壓力 因為有壓力 其實上一回 洪通的洪老師講的很多 這個是 以學生的角色來看看 你在中大 那個讀書 要面對這麼多壓力 那所以 不管是 從壓力遠 或者是我剛剛講 運動素養的大概一些樣貌 那我們怎麼面對以後 我都覺得你是人生 如果你不再進修的話 說不定大學 就是人生最後一段的 這個進修時期 外頭有很多班 很多班 很多這個課程 在那邊等著你 互會去去學 可是如果你在學調裡頭 已經見過好能運動素養 其實那些 你可以去判斷 你可以把那些錢省下來 做別的用途 因為你都會了 那人生又是怎麼樣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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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受出來 生腦病痛啊 好聊的歌講 這個交其金錢都不可 兒靠 兒女都不可靠啊 其實我會唱啊 歌啊 應該 這個場合不太適合唱歌 那個 贏了 享受勝利 輸了 享受人生 他勉勵那個輸的 勝負就要敗不美 對美者 其實啊 最常用的是這句話 那 是有奏於泰山 有輕於紅毛 那這一輩子 可別當流氓 是 當國修 他爸爸跟他講 雖然他也走掉了 他真的活得很精彩 他爸爸從來不要求他功課 只跟他說 不要當流氓就好了啊 要命 不要當流氓就好了啊 一個 他也要說 欸 你沒見 人 人 人生如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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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人生如屁 我最喜歡後面這個註解 欸 這個註解 那運動如何介入到 你所認為的人生裡頭 不管他是紅毛 或者是泰山 可是我覺得 那一輩子是你自己的 你自己要長理 這張圖是人體老化的 各器官的這個 各器官 各個脹器的這個老化的狀態 很多很年輕就 年紀很輕就開始老化了 發育都還沒有好 很多器官就開始衰退了 人其實蠻脆弱的 人也不見得強壯到 可以跟野獸 這樣 但我們所以能夠致命的是 我們那腦 腦部 那個有帶這個 張老師的這個開拓 這個人生不同階段 不同階段裡頭 運動運動 因為他失格 他還哭 趁竿跳的時候 失格 然後這個是胖到 這個出不了門 要起衝擊掉 全國最重的一個男性 一個雞童 也是上看個月去世 把門敲掉 才可以把他的軀體給搬離 那這個83歲老先生 他練健美 血型也出來了 這個是這個姚明被撞傷 這個長城被撞傷了 他剛說到美國發展的時候 這個 一撞他就飛 後來 trainer跟他說你要練重訓 練完之後 這個別人一撞 別人就飛 這個力量可能質量成加速度 肌肉變大之後 這個他的力量就變大了 那這個圖是說 你本來是這個凹凸有致的 就當你懷孕之後 你的體態變了 那你的運動 運動的情況 其實要隨時改變 所以講勺子化之後 會有這樣的這個突兀的狀態 那我們在下面 就要身體練好一點 好撐住這些人 那你要不要 也要預期到 像他長大之後他反過來 所有人都會在他上面 所有人都會在上面 他是要練得更好 才可以幫你撐住 這些邁入老年的人 所以人生不同階段裡面 其實運動 其實他是一個正爭牆 這在中大校園裡面 我們發生一些事件 這個人是 這個應該是何老師吧 何老師 我的攀岩師傅 這是我們中央松 到馬拉松 在辦活動的時候狀況 全校路跑 其實每一個都 在我們運動 中大運動氛圍裡頭 都是一個參與者 其實每一個參與者 到後面會累積很大的力量 很大力量 正向的力量 那是從運動競技的 這個觀點來看 陳世欣 從小到大 然後得到金牌之後的 缺藥 還有榮藥 其實中間的苦有多少 有多少人是用藥物來架稱的 有多少人是在 像姚明受傷 遭受到抗壓 遭受到失敗的 這種壓力 每次刺激 到他們就疲了 碰到什麼挫折 在人生當中 你就有壓力 就能夠抗壓 就可以施壓 因為冠軍只有一個 然後這邊是 魔者 要跟何老師一起完成 人生的 100個馬拉松 也是一個 今天沒有來 好 那這個是 這個是 林書豪 這個是我們去金門 金門 跑路跑的時候 隨文 穿張照片給我的時候 他說 老師也有你啊 他不曉得這個是縣長 這個是體育室主委 這個是 這個是校長 這個是體育委員會的主委 這個是金門縣的縣長 他只說都有我們耶 這個是成功大學的學務長 我們這個就要求跟他照相 然後這個是 你看 減重太快的話 你就會有皮囊出現 那女生會說有憂鬱症 一樣嘛 但是其實 這個都可以靠慢慢減重 控制在這個狀態之下 這些啊 可以慢慢慢慢降減掉 也不會出現 不會這麼嚴重 那如果像這樣 其實要靠手術 那這隻肢體常常都還在運動 而且把自己練得 比一半還壯 所以不管你是身心如何如何的話 只要你起心動要運動 其實就可以成功了 然後這個是個 這個醫生下來就沒有小腿了 看他哥哥在游泳 他說媽我也要游泳 他媽就帶他去游泳 結果游出來一個 一個全國第二名 蘇利現在冠軍了 我說運動可以 除了體能健康上面 對自信的增加啊 他也是一個短實力的建立 然後這個是 好魁魯的一個女性啊 因為他還可以做醫治嘛 所以他有他的條件 一般認為這種體型 應該不能夠運動 不能運動 可能會拉傷什麼的 不過他也可能冒險 這個是陳冠檢成老師 有一年跟在外頭比這個 三對山的時候 跟腱斷掉 不管你是專業的 你是業餘的 在不同部分當中 難免都會受到傷害 我也知道這個 然後副校長他兒子的肩膀啊 也是這個醫主的選手 他的受傷 跟王建民的沒有兩樣 不過薪水差很多 那這個可能是怪力亂神啊 有沒有通電我們不知道 不過這個角度 倒是不可能偽造的 人的年紀這麼大了 還可以亂渡 這個已經不是一字馬了 不知道什麼馬了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小孩 林佳志老師的兒子 本來是他沒有自信的 透過玩三鐵啊 變成一個非常有自信 非常這個 最有這個態度 跟風範的一個小運動員 立下志向 要成為全國的三鐵國手 現在在國師 小師而已 然後這個是那個 我們志工隊長 在參加百公里馬哈松的時候 旁邊那個小的是完成獎 然後這個大的是 最後堅持一個進來的獎座 最後一個 比那個關門時間 只快了一分多鐘 那時候你就看到一大堆中老年 這個雙年的朋友 在那抱著他 然後每個都幾乎各大 有沒有算準他回不來 可是他怎麼回來的 不曉得 不知道有沒有超進路 那後來大會還在查 那個 尹哥先更不用講 從這個減重上面 跟他們的職業有關係 可是他用的方法其實不太好 各位如果細看他的方法 三個月一天只吃一個麵包 然後有加維他命C就不錯 吃東西要求朋友在他前面吃 只聞味道 會造成心理上的障礙 不是暴食 就是這個厭食症 卡本科妹妹就這樣走掉了 不能夠做這個食物剝奪 其實應該適量的給予 少量的 什麼都吃 但是限制都對了 每個心理打兩次籃球 一次約兩小時 血糖太低 沒有體力打 要打兩個小時籃球 這個會有暴斃的危險 然後第四點 要求心理的對象 時時刻刻提醒自己要減肥 堅定信念 只有堅定信念 聽得下去了 要別人提醒 不過這也是個策略 收藏什麼什麼妹妹的短褲 以她為瘦身的目標 體力明顯下降 這個後面就塞一倍 體力明顯下降 常常會出現暈眩感 就是血糖太低 其實這個是不好的一個方式 對 雖然她用這個極嚴苛的方式 但是她要冒一個負胖的危險 後來 後來也一樣負胖了 那負胖 它會產生悠悠悠效應 所以每一次會比原來的更難 更難 剛剛不講的長壽特徵嗎 體重要維持在一個一定的曲線上面 不要暴起暴落 因為暴起也要暴落下來 那細胞不曉得你下次什麼時候給她能量 給她下一餐 結果她你每次吃她吸收率特別好 那每次吸收她覺得你又要整她了 她就產生保護機制 越來越難減 越來越難減 所以要放長的去看這種體重的管理 那你何必去理她 我說何必去理她 說你如果你有運動素養 你知道體重下降是必然趨勢 但你在每天運動過程當中 它就是能量消耗單次裡頭 那它可以燒好幾個鐘頭 好幾個鐘頭 你後面八九十個鐘頭所消耗的累積 比你那三十分鐘還多 它消耗還多 你就不會去worry 那三十分鐘是多浪費的 這個是要有那種認知 那John Getty John Retty 這個是這本書的作者 其實他編的 因為這本書 體育界也起了大波來 甚至可能會動到課程 後來他發現雷聲大雨 有點小 課程也沒有什麼多大變化 不過我們對他能夠把這個運動 在學習上面的這種正向的幫助 用科學的這個研究報告來呈現 我們都相當的感慨 然後我們也 我在班級都會給班級一本書 就是一本書在學習當中傳閱 然後這種傳閱方式 可以讓大家了解到裡面到底在講什麼 其實他目前還在進行室 一種改叫大腦這本書裡頭 那這一方面大概張志宏張老師 做的很多我們跟他合作兩個吧 計畫 希望他有更突破的這種發現 那其實他是利用這種機制 BDNF 來達到改善學習效果 但是很多人都不曉得 其實在學習比較困難課程之前 你去做運動 那做完運動之後可能累垮了 你回來看電視啊 只會玩電動啊 你忘記了 其實那個狀態之下 你如果可以克服一下惰性 回去讀你的課程 其實他對於學習效果 是會有顯著正增強 那這樣的論述 其實聽別人講 還加上自己把那本書給瀏覽看完之後 各位 我相信 我們在座的學生們 你將來錄得很長的 對不對 其實運動 很多人都覺得他是浪費時間 浪費體力啊 有很多麻煩事情啊 要換衣服啊 要幹嘛幹嘛的 其實如果想到他這麼大的獲益啊 其實每天排點時間出來運動 是這個正確的一個選項 所以他就是利用這三個這個荷爾蒙 來達到增加這個 學習效果的這個分子機制 所以他不是說你運動完之後坐在那邊 什麼都不要做 然後很自然就可以長智慧了 不是的啊 不是的 你還是要去做學習的這個行為 那促進健康的 這是加州大學做出來的 促進健康的七要素裡頭 有一個啊 就是你看 保持正常的 比重 還有一個是從事規律規律性的運動 但看到這個時候 其實你要問他規律性運動處方是什麼 我知道何老師笑什麼 何老師笑這個控制酒量 對不對 適當的啊 控制酒量 好講到害怕 肯定一個比Z 以前在日本叫做習慣不良症候群 可是有一年開始啊 就叫他一種一種疾病喔 比Z的 比Z就要用藥 用medicine去去治療他 治療他的沒有什麼 其實就是運動 那運動不足症候群 包括到老年的積草症啊 男性好像24吧 還是36 女性啊 比例會比較高一點 就肌肉減少之後 造成機率不足 所以老化的一個特徵 就是機率不足 老化的特徵 是機率不足 所以這個 大家對於 以前都覺得 常調心肺耐力啊 其實要回過頭來 你走過去 拿麵拿東西吃 要開店去幹嘛的 其實你的腿 如果沒有機率去做移動的話 其實對於你的壽命啊 對於這個生活機能是 或者生活品質是影響很大的 所以一個工具啊 是你可以不靠外力 可以再操場 400公尺走多少 我可以算出你的餘命 當作老年者的一個 還有餘命 還有多久可以活的一個工具 所以對症三藥其實就是 運動 那最好的運動是什麼 最好的運動 其實答案出來了 其實還沒有被發現 最好的運動的定義啊 其實是 有肌力 有有氧 有乱氧度 有心肺的 你去想想看 沒有這項運動包含所有的 如果硬要框的話 我想大概有氧運動裡面 會比較什麼都有 是比例而已 比例 他能有40分鐘 持續不斷的跳 然後前後10分鐘伸展 然後這個 沈老師會想一些 整人的疾病性的運動啊 去玩大家 都看起來整個計畫 倒是蠻符合 這個最好的運動 但是男生呢 男生很少會去跳遠舞蹈 對不對 那 游泳有他的好處跟缺陷 太極有他的缺陷 有他的好處 所以多元多種運動介入啊 在你人生當中啊 一人當人或多人的運動啊 一定要慢慢去培養 興趣啊 這樣才可以 含有人生嘛 多交友 那我今天在談的是啊 什麼叫肢體智慧啊 什麼叫肢體智慧 那體育跟運動 其實兩個是不同的範圍 目的價值手段都不一樣 體育的範圍其實是大於運動 運動只是個項目 從 Physical Activity啊 到那個更高功能還更強 那個講的是運動 可是體育不一樣 體育老師看的是過程 所以大家都可能不曉得 我在比賽的時候 我通常不看後面的結果 我反而是看的過程 你參與的程度啊 你快不快樂啊 或者是中間吃的多少苦啊 或者我們這些互動有多少啊 像體育課的過程 我看的是這個啊 那什麼叫做 身體智慧高的人 其實他有一些特徵喔 就是控制 控制 就是個人身體能力比別強 還有這個延伸出去啊 就是控制物體嘛 刀槍棍棒啊 繩子啊 器械能力比別強 他可以由內 內部發展 就是神經系統發展 然後外放對於器物的使用 器物的使用 這是他們的特徵 其實跟我以前的那個筆 比器量表作IQ喔 其實有很大差別喔 大陸曾經做出來的研究是喔 智商85到100多啊 那個去分析那個IQ 得金牌的奧運金牌的 你看85IQ其實不高的 可是喔 他從小練上來之後啊 說不定IQ比較單純 可以讓他想法比較單純 練練像阿甘一樣的精神練 到最後面啊 多有成就啊 那 身體智慧 在動作學習表現上面喔 其實他是這個 是綜合性的這個 體能跟學習的展現喔 所以我說運動技巧上面 他沒有辦法單獨存在 意思是說 你體力好的人 學東西就比較快 你體力不好的人啊 常常可能從 會通信上可能會有挫敗感 啊你對於 對於新技能技巧的吸收 會比別人慢 比你操作甚至 就是一個啪樣子啊 那個啪樣子 其實是初學者的特徵 而不見得是肢體啊 智慧比偏低的特徵 你今天學了什麼 比我早入行 我跟何老師的關係 其實我跟他學攀岩 那他出一條路線 我就要捉摸好久 我的跟生理素質大概 比較好一點 可是他在爬的過程當中 就是優雅嘛 開了哏 我爬的是暴衝性 暴衝 暴發力型 都講究的那個細膩度啊 遠遠不如何老師中說嘛 可是講到別的運動 說不定我比他還好一點啊 那就是誰入行那運動生嘛 像范佳老師的網球啊 楊老師的高爾夫球啊 甚至我所不知道的呢 你們的運動技能 像這個 余謙大概十量比我好了 就是這樣 我想每一都他的專長 其實我那天跟我孩子拍了一段片子啊 就是 剩下八點九秒 結果他們花了 花了四分多鐘 在解決那八點九秒的問題 啊兩個只差 差幾分 差兩分 差兩分 那我常常很訝異 為什麼四十分鐘不好好打 啊平平在後面才要打那個 十秒鐘的戰術 如果你有兩秒鐘 你可能只有一個戰術 丟進去叫那個人就投籃了 對不對 啊這是我對哦 啊對對一定是 想要遵照犯規 或者是看誰領先啊 所以那個十秒鐘之內 起碼可以打出五個戰術 因為他是開放式的 你想好之後 你哪會讓你那麼安全 那麼順利打出來 那對方笨蛋 我方講完之後 對方就說 製造犯規 策略的製造犯規 不管你哪邊 哪邊出出出什麼 所以那個八點九秒 打了四分多鐘 亂無聊的 不可以各位看 不過各位看這裡 知覺動作的發生 其實是知覺 我知道產生什麼事情 一樣是這個 那個 網球 那個國際選手 等在球那邊 發那S球啊 他動都沒有動 你就看到他在那邊 A球過去了 好一點是 A球過去了 頭擺一下 再更好一點是 拿起來拍了 球還是過去了 那個就是知覺時間 知道有球來了 但是來不及產生動作 來不及產生動作 那還有一個是 產生 這兩個加起來啊 就是知道 對方有什麼來了 我做出什麼 而且是合一的 還沒有講到合一動作 只講出來做了動作 做對不對 好不好 那是其次啊 看看 看這個 看這個 大家的功力了 那運動員啊 他這個時間都會 都會縮短 所以就等於是 接受訊息 判斷 然後做出一個世界反應 有時候是沒有辦法 直接判斷的 直接從跳過來 直接做反射性的反應 所以運動過程當中 就是一個除弊的過程 除弊 我剛剛講的 卡太 除掉那個協調性不好的動作 多餘的介入 多餘 多餘的神經 脈絡連結的線路 盡量讓你單一化 想都不要想就出手 所以我剛剛講的 控制到 到精熟的階段 就是儒真化境 儒真化境階段 可是那個要時間 那個要時間 而且很長的時間 有內控的 有外控的 便給你的指導員 你自己啊 要要求你自己 跆拳盤架子 一盤五分鐘 從頭到腳 所以你身反部 你氣神氣力功 你要少一遍 像蛇盤在石頭 然後樹木上面 那個可以產生內部 動作器的感應 跟知覺跟記憶 到最後面 想都不要想 最後一秒的判斷跟動作 然後這個是說 如果你有2到10秒鐘 一定會有不同的戰術出現 那為什麼 不愛讀書 為什麼他 他其實蠻聰明的 運動員沒有一個笨的 在這麼虛擬時間之內 他要做出這麼多判斷 然後做出合理的處理 其實 為什麼養公處的這個 脂肪選手 跟情節大隊最多 其實都因為 我們台灣的運動啊 沒有給他們網子 他們只會運動 其他都不會 這也是 往後要做體育人的 一個 一個前車之鑑 所以場外的應用 其實就這麼多 我們總和 這個講座 這麼多學者專家 他們 他們在這個 運動場外的應用 運動素養 在運動場外的應用 其實有這麼多的面向 你看是不是 你看是不是 待會兒你會看到 學理上的應用 我暫且表過 這個其實講過了 我講到這個其實 情義上面的 那運動素養 在情義上面的培養 到底你要用什麼 什麼角度去看 以舞蹈而言 最能表現身體運用 及文化傳播的程度 從那個馬翁堆裡頭 或者其他洞窟裡頭 發現的圖騰裡頭 最多的就是這個 打獵的跟舞蹈的 慶祝豐收嘛 就會鎖足舞蹈 這個 可以看出來 人們很自然的動作 這個是每個舞 另外一個是 有一個舞平家 他看一個黑人 在跳舞的時候 那個黑人 竟然可以舞出 言語難以形容的力量 竟然舞出尊嚴跟高鬼 大家對黑人可能有一些偏見 可是黑人可以在跳舞當中 展現他的自信 用舞姿啊 用身體的智慧來展現高鬼 那舞蹈也是文化塑造 飛言語之身體動作系列 那其實這句話是講蘇聯 去蘇聯一定要去看芭蕾舞者 我想大家到蘇聯 蘇聯的芭蕾舞者 就像我們的這個炸雞排一樣多吧 炸雞排店 這個香樹雞一樣多 他們禮拜六禮拜天就是去看芭蕾 可是他是集權國家 可是他們對於這個舞蹈的那種 限制是比較少 那武術呢 兩對手啊 以這個控制身體的方式說話 和其他心理活動 一樣超然 如以妙前包羅萬象 肢體運用智慧充滿了風格 每個拳風不一樣 打的方式不一樣 那身體間對話 那兩組智能迅速的辨解 不如他用拳腳就是了 所以我可以體會 這個魚拳手骨被打斷的時候 竟然說啊 差一點就贏了那種那種心態 那幾個月前啊 在比賽當中啊 這個傳了這個簡訊說啊 差一點就贏了 可是我手骨斷掉了 那個浩瀚啊 然後那個惋惜啊 其實我們在看簡訊的時候 都玩耳一笑 不會擔心他就是傷勢啊 不過他蠻低等的 恢復的很快 身體智能極其延伸 那句話其實有奧妙的喔 為什麼他低等恢復的很快 因為他把運動素養放進去 他知道怎麼去做復健 怎麼理療 可以縮短療程 這個是情義的延伸 你學運動久之後啊 其實你會延伸去其他生活面 或者其他的這個生活技能 以技術上來講 總緣啊 是 我給我弄清楚誰是師父啊 總緣啊 是三下的師父 總緣創造一個 跳箱洞 叫側半的一端底 接挺 團伸後空翻 然後總緣啊 就比他師父更進步 他做了一個團伸 側半的一端底 接挺身後空翻 因為團伸跟挺身 他就差在半徑嘛 半徑長 腳速度轉動慣量都變小 其實你出去的衝 你速度 出速度要更快 踏板要更用力 你還可以產生另外一個 足夠的飛程去做動作 這就是 你有基礎之後 你可以去發明新的動作 我們同學熱舞社 或者我們辦跳舞大賽的時候啊 我們在旁邊看了 其實我是訝異同學們 在編舞的時候能夠創意 很多像資管啊 土蜜的雄壯威武啦 資管的惡努多姿啊 還有這個虎媚啦 編舞在舞座裡頭 其實都蠻吸引人 那遊記入道呢 太極拳 太極拳 有人說這麼多傳說 到底是哪個是真的 有時候聽聽就好了 真的是其實是 是陳家沟 陳昌興 他們他們定名的 也不太兩百多年 不像這個老子 張昌興都幾千年了 這句考證啊 那柔道是加納智武郎 他還可以發明動作 後來推到這個 警示廳的一個國際 以招解招 南技千招 這老先生啊 每天回去就想說 今天對方用了一個什麼招數 那我要用什麼招數反制他 現在教科書都出來了 那情義面呢 這個運動文學啊 其實是一個激勵文學 其實 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寫人比較少 可是呢 像祥宗十八掌裡頭 都有這個 武術的情義面在裡頭 按這個 朱銘趙武吉的畫作 然後這個 他們的 因為他們曾經學過太極拳 所以他們的 作品裡面都有浮現太極的影子 然後他應用啊 可以說是全面的 以下就是他們兩個的這個 這個 作品 像這座 是在中大的 對嗎 在中大的 可以說買的時候五百萬 現在八千萬了 如果可以搶走的話 看 然後趙武吉 趙武吉更不得了 他油畫可以展現 波紋畫的這個 意涵內涵 然後他畫作是目前最貴的 一幅畫 兩點四億 活到九十幾歲 他因為他練過太極 所以把中國技法 把太極的意念放在裡頭 那無術其實學了一個 我想運動都一樣 無術不管怎樣 都只是工具而已 看你藉什麼的工具 我們達到身體啊 心靈啊 心理啊 然後到這個身心靈 聚氣的那個境界 那感覺統合 其實他有廣義跟狹義的 因為我做了一個動作 到後面我們說 感覺統合的這個訓練 他是有感覺統合訓練 其實身體多方面 運動能力的結合 然後最後面會用一個動作 來表現出來 但是有時候 你某方面欠缺了 或某方面做不到了 那就是一個不協調的現象 所以有人說 太極拳叫做君子拳 因為讀書人在打 太極拳又叫做改錯拳 因為常常出錯嘛 所以常常要慢慢去修改他 用力不對啊 招數不對 這是一定的 用力不對 卻全在改變用力的方式 這是我們這個老師傅 跟我們有提命命的話 那以局部上來講 大家比較喜歡 能夠接受 其實是這一塊 這個叫做 線體的神經系統 跟本體送到器的關節裡頭 關節裡頭 有一個Sensor 可以知道我們相對 相對位置在空間中的感覺 相對位置 然後積縮啊 高手指揭器啊 關節接受器啊 化解肌肉器 傳遞物質啊 來造就 我要統合來做一個動作 或者一個能力的展現 所以到後面他就會完成你的支段 根與腳 發一腿 住在腰 而行一手 當一行一手 其實它是一個結果 可是從根與腳一路上來 動作人的概念裡頭 其實身體都轉了幾圈 那以我們動作來講 他不是單一關節 單一關節運動 可能就這個 我說關節的運動 可是你光是一個 這個頭丟動作 或這個灰肝動作 有多少 有多少關節 殘餘期間 三關九節 一中心一中心線 全部都在裡頭 所以運動其實不太容易 簡單化之後 反射器就簡單了 所以你看那個 成熟者做動作 都賞心悅目的原因在這裡 我們常常常常講到這個 你遺傳不好啊 我們家兩個都運動 一堆老師 所以我們家的小孩的這個 遺傳好 可是我都跟你講 其實有關於運動能力 基因其實決定的比例 有不同的理論 在說有多高 不過這邊有四十幾的 有二十五的 這邊是 這個是有關於人體 相關的體能基因 有身高的肌力的 爆發力的柔軟度的 都在裡面 如果可以把它萃取出來 當作這個賣點的話 應該可以賺大錢 所以你會發現 以後運動廠商就不見了 你會看到兩邊的 兩邊的這個專家們 坐在那邊穿著白袍 然後你出一個身高的 兩米三十五的 我出一個三米的 那這個比晶片 隨著製作晶片的 這個牽進去的技術高 就失掉了運動的本質 自主性的 然後快的參與 這個是 這個基因圖補做出來 這個體能的基因做出來的 那IQ其實 一般智商 佔百分之四十八 那還是有後天的佔的波 我們當老師 永遠相信後天的環境塑造 跟老師角色扮演 是對於改悲學生很重要的一個條件 那PQ呢 就是體力商速 體力商速 有這麼多不同的數值 數值會有不同的比例 待會有一張可以看出來 那這裡是七項智能 會有不同的代表性的人物在裡頭 那我很快點到這個肢體運動訣 知職聖平 是這個創造合計道的那個武術家 比如說體操它可以創不同動作 那合計道是御守於功的一門武術技藝 那當初就是覺得武術太傷人了 那有什麼武術可以防 可是那防一些這些防的時候 比別的運動還更激烈 非傷極斷 他都用的是這個關節技 就是我們中國以前的分金錯補法 他雖然不攻 可是他每一招都治你的關節要害 你不要亂動 你一動那勢必就斷掉了 所以這個也是有他的這個聰明之處 那阿里更不要提了 阿里這個肢體 20世紀最偉大的運動員 可是他領那個獎的時候 是微端端上去領獎的 那造成後遺症就是 他腦袋被人家打了二十幾年 裝在這個頭殼裡面 打了二十幾年 造成的這個腦部的傷害 會存在的 那運動智慧的理論 這個是我們這個講座主要目的 因為運動科學 其實它是個邊際科學 它是個邊際科學 所以你看他生理啊 力學什麼什麼 都是很粗淺的 所以他鼓勵我們做 那理工科的學生 他有個英文系的 後來去體院讀那個生理研究所 用生理研究所 他做的就是生化禁藥的 英文系的 以前阿 那因為當有理工科背景之後 其實你要應用上面很容易 那他技術性的 身具累積性 那什麼是功夫嗎 是時間跟技術的累積 那動作學習為主 動作學習為主 其實是台灣 體育科淺諜教學的一個後遺症 大家來運動都想 這個運動 然後學一點技術 那技術在我們課程裡面 占百分之六十 可是你忘記了 其實他有背景在後面的 大家不想學後面的理論 可是有理論才可以 才可以讓你支撐 你的做的運動是對的 那這一套就是 運動學習理論的一個 一個模式 認知期 訓練跟學習期 然後這個 當然固定或反射期 各位一定要 一定要把這個記下來 我們同學都缺了中間這一段 有時候考試的時候 你踢校截飛 你都沒有練習 有啊 我昨天特別練習了兩個小時 然後這個 今天就來考試了 然後旁邊練一練 老師我還要再考 老師我還要再考 又上來要練 雖然我常常 考到你滿意 考到你放棄 考到你滿意 考到你放棄 沒有補考 那就是鼓勵你去練習 可是常常會變成 欸 旁邊摸個十分鐘 又跑上來 這個就是 他對於這套理論 其實他 他沒有認識 他只想趕快跑過 過關了 這樣就算了 那運動學習的理論 其實有更多了 更多的 這個方法在裡頭 這個隨便Google一下 都可以 都可以出現一大堆 那個也是要學 但不是 你有時候 如果你知道到哪去找的話 有必要 有需要再去 再去 再去這個 或者找重要他人 問一下 其實都可以 設計出來自己的訓練手法 好 這個是運動訓練學的理論 那個運動力學 運動心理學 然後這個 運動生理學 就是這三個主要的 這個 這個 學理 學科 來架稱訓練科學 那旁邊的這個 附屬的 我們這幾個講座 其實並沒有很 沒有完整 把整個全貌講清楚 但是 至少可以讓大家 有一定的這個 概念 訓練科學 其實講這個 所以是有點不複雜的 所以今天 你如果說 你知道哪個亂都不好 那你要去從 從 你哪個身體素質不好 或者技術不好 你要對應性的去看 要從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 哪一位老師 找手 或者哪一個 哪一方面去入手 這樣就可以解決問題 而且 我們還要提到 社會文學 還有社會學 為什麼 英國這個 深世國度裡頭 結果那個 群眾暴力發展在他們 足球場裡面 平常都講理 他一個高貌子 那為什麼這個 群眾暴力 在全球場上會出現 洪多拉斯曾經發生過 這個六日的足球戰爭 因為打足球打敗了嘛 引發了過 這個跟國外的一個 內戰 不是內戰 已經戰爭了 其實 其實有很多 這個 由運動產生的一些 現象 他是社會學的這個 這個範圍 我們講運科 運科是量化 當然不是說社會學 都不是科學 但是因為科學是量化的 這個條件 這樣會比較具體一些 這個 會用的人 其實 可以按照這個理論 來做最佳化 心肺鍛鍊的一個 強度設定 這裡面的一個區間 就是最佳化的心肺區間 紅的是危險的 這個軸向是心跳率 這個是年齡軸 由這個圖來看 333是錯的 對不對 你大概是9歲到22歲 你用333來看 你是錯的 333用在你爺爺也是錯的 你爺爺可能是這個 110到120 這個就是運動素養 來判讀或者利用某種理論的時候 你必須要有這個知識 這個圖也要會看 或者要知道 我們身體的能量其實有 有短時間一下就用完的 無氧動力 那也有中間這個過五分鐘 可以用完的 五分鐘用完的 乳酸系統的動力 有一個慢慢可以燒 88天的 有氧系統的動力 88個小時 88天 都燒成灰了 它就燒 然後其實 好事者 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還有 鑒於中間的 要速度 要耐力 那個最難跑 八百公尺 或者揉到這個 五分鐘 五分鐘的一個摔法 僵持在那邊 你不得不動 背方要動啊 你不得不相對的防止 所以 你的訓練 你的呼吸 都是依到這個能量系統去發展的 記得喔 你的呼吸 你的這個訓練法 都是為了要活化 這三個 或者中間那兩個 你看不到的 藉於之間的能量系統 這樣才是這個訓練的本質喔 只是 只是你展現出來的 也許是這個 有趣味的 也許 也許難的 然後有技巧性的 其實 或者是 其實在訓練能量的後面 你有發展 神經系統的 有發展 肌性的 肌肉性質的 多元的 多元的這種配合起來 才是去那個全貌 然後我舉這個例子 各位來看看 什麼跟無癢 有癢跟無癢 我們用項目來 來區野 最難的 最痛苦的 大概就是圓圈這一塊 就是我剛剛講那個時間 這個馬哈松 也許是百分之九九是 或者百分之九十五是無癢的 有癢的 然後一百公尺 癢到來不及參與 比賽就結束了 一千五百公尺 在這一塊 那其實這個柔道 大家都在這一塊裡頭 那攀岩 因為時間比較短 沒有競爭性 但是 他是局部的 在上肢的動力上面 會比較 會比較 這個 容易產生疲累 所以 用無癢 有癢跟無癢 參與來講 他不是截然 截然都是 無癢或無癢 而是有一定比例 在這兩塊上面 這個其實是 我在看上一次 那個 朱老師買回來的 那幾本 我發現 其實有一些地方 其實他是欠缺的 我也把它 這個做一下補速 其實 這個其實是對 但到後面 其實他是在反應 這種 非常免疫下降 可是免疫下降 是我們運動訓練過程當中 要注意的 他會產生 健康的空窗期 免疫下降 你會如果直觀的話 運動竟然造成免疫下降 就不要運動了 錯了 免疫下降 是一種發言反應 正常的損耗 所以你到了休息期的時候 他會開始 這個修復補充 他就上來了 免疫上來 所以 我們在看整個免疫 他是 運動下降 修補上來 運動下降 修補上來 他是 鋸齒狀上升 你要注意的 就是在運動完之後 那個 三十分鐘 一個小時 你得要好好的管理你的健康 不要刺激的 暴飲暴食 或者喝冷水 或者沖熱水浴 或者那邊散風 吹風什麼的 這個就是 所以運動也會比較 比較帥意 常常在這個時候 會產生這個狀況 然後這是一個例子 運動處方的例子 運動處方 運動處方 其實我們跟梁老師 那波也在討論 這個明年同時 開一門或兩門 這個運動科普的這個課程 一個是比較專業的 可能就是運動處方 那運動處方的設計 這邊只是個例子 以肌力訓練上的訓練來講 你必須要知道肌肉訓 肌肉的 在力量展現的類別是什麼 快速激勵 那可以後面跟生化解剖的 紅白其實有關係 那 介於兩者之間的速度耐力 就是剛剛圓圈那一塊裡頭 需要的激勵 那最大激勵 就是你可以拿多重 那這個你可以拿 你可以展現多快 就是你用固定負荷 你可以展現多快 所以我們說跑步 配速配速 所以用最佳化的速度 跑最快 可是這跟乳酸的激增 其實有很大的關係 你的乳酸的排出率要相等 或者高於你乳酸的激增率 這樣的話你就不會堆積了 那在訓練上面 我們看左邊這邊 運動處方的主要成分 其實它是要有一個強度 然後訓練的Model 然後這個動作次數 動作次數 那慢的發展激勵 快的發展神經性 為什麼 因為我這樣把身體拿起來 是我跟他說拿慢一點 我跟他說拿快一點 是神經性的傳導 我給他的 身體是我的動作器 肌肉跟骨骼是我的動作器 所以當你在做快的時候 做快的時候 其實發展是神經性 它發有快點 慢的時候 其實你要把刺激流存在肌肉 造成肌肉生理上的這個adaptation 這個是在訓練上面的 所以次數是一定的 用多少負荷會產生都是 都是理論上面 這個是 那越高的越累 那次數就要越少 但15是個最大的限制 超過15以上 其實就變成激難力的訓練 激難力的訓練 所以它這個理論是很多研究的一個結果 重量訓練跟那個interval training 這些訓練其實都是醫生發展出來 國外的運動員其實很多都很專業 然後他們就去就醫之後沒有實際做運動 可是他們會利用他們的專業去發展 像interval training 重量訓練 節省時間就可以產生大效果 而且在運動 在奧運會上面都獲得了驗證 那訓練是訓練馬 有可訓練性 但是肺訓呢 比training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所有數字都下降 只有這個 這個 這個 心跳率上來 只有心跳率上來 其他全部都下降 這個最大耗氧量下降 然後這個最大每條新輸入下降 這個 這個 含氧量下降 然後這個 ventilation 這個 這個 換氣量下降 然後包括兩個 兩個 能量系統的這個 這個原料啊 也都下降 也都下降 所以運動的 不運動的壞處 就在於 這個 你 一直練 一直攻 一直不練 三字收 那個是權言上面講的 那個其實表現出來的 一天不練你自己知道 兩天不練教練你知道 三天不練 連觀眾都知道 所以為什麼regular很重要 那個規律性的運動很重要 就是你要維持著這個常態的運動啊 造成身體效果的流存 那 這個 這個 就變成了 我們在維持 維持健康時候 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觀念 一個理論 因為你如果不做這種規律性的運動的話 一個是 序列效果 會 會 會流失嘛 這個是 所以 當我們在叫別人 都規律運動習慣養成的時候啊 我們規律運動 為什麼變成了很重要的因素 就在這邊 因為你反映出來的身體素質 都會往下掉 那 心跳力上升是因為沒有效率的嘛 人家跳 72 人家跳50次 就做完了 結果你要跳72次 那體力更殘弱的時候 還跳了90次 然後跑起來 上氣接不了下氣 沈珠珍老師 心跳才48下 沒有心臟的人 阿貝貝才38下 阿貝貝 一個馬拉松的那個 桃子啊 這個啊 不要難過 這個是天生 基因就遺傳 女生會囤積在這麼多部位的 但是我們可以借運動來修飾它 也沒有局部減肥這種事情 這種事情 局部減肥大概就拿刀割掉吧 抽脂啊 那個你要花錢 那每年寒暑假 暑假都會有一兩個女性 就賺了公讀費 然後就去 就去打針吃藥 當然隔肠取胃 隔育取腸 結腸 那個是病態性的肥胖 必須要做的治療 但像如果健康 一般健康人的話 我會覺得 其實靠運動啊 然後前期用有氧 後期用這個重量 讓肌肉的彈性 然後用肉眼運動 肉眼超把身體線條拉長 不在乎身高多少 而在於雲蹭 這樣的話 那個比例漂亮 人就有自信了 但這種體脂肪的分布 其實在男女是有差異的 男生比女生少百分之十 肌力多百分之三十 所以女生肌力其實比較有限 但是女生的脂肪又比男生多百分之十 所以前天上女生比較不會淹死的原因就在這裡 那如何利用這個 如果利用運動加分 所以各位必須在認知觀念 態度上面做加強 到後面其實就是習慣 333裡面 其實有一個三次講運動主方 有一個三次講認知態度跟那個習慣非常長 所以這樣才是完整的理論 所以你要知道運動屬性 他是編輯科學 他是一種工具方法是可以操作性的 積極的促進作用 而非消極的預防 積極的促進體能正增強的效果 然後他是預防效果大於治療 所以是終身可以奉行的一個 一個你說技巧吧 或者是能力吧 那專業性的話是我們體育從業人員在講的 專業化程度 其實目的其實要更高更快更強 運動performance方面的 那這個訓練專業化的能力 然後訓練科學的利用 這些都是我們在訓練選手或自我訓練的時候很自然就會用的 那各位要用的 各位要實踐的東西其實就是運動素養 我們把我們所學會的東西 因為我們是先進 找入門 那我們交給你們的都是我們擅長的 那放注意你們 你們不是我們的本行 但是我說這一輩子離不開了 離不開了 我覺得我欠缺大概有法律素養 音樂素養 很多素養我也不足 所以我有時間也會去 這個從別的管道去了解自己不足的地方 就去參與嘛 那運動也是一樣 比各位來講 你的運動素養目的是健康休閒跟快樂 然後運動處方的使用跟監控等等 這個一定要了解 否則你只知道你好壞 甚至不知道好壞 你也沒有辦法用處方去介入去改善的 那 這個是說 剛剛我講那麼多話 你可不可以再檢視一下 你的運動素養 增加了多少 最後 遠見雜誌曾經 其實他做過很多專輯的 小朋友 大學生到成人 都做過很多 有關於這個運動 介入到他的這個職場裡頭 有什麼效果 這個專輯剛好是做到 因為越運動越健康 他有很多利潤 各位一起看他怎麼講 越運動越健康 因為你運動啊 越快樂 越快樂 然後越運動啊 在運動部門當中 你可能就會想問題 結果思路越活絡嘛 可能問題就解決 越有創意 其實他就舉好多例子 各位可以去把它找出來看看 人脈越好 因為他是群性的 互動性的 很多公司 每次號老闆都把這個工員 員工帶出去 騎倒車 或者環島 還騎到大陸去 那個吉安特那個老闆 反正是離癌患者 結果大部分 比誰都來得更活絡 還有這個 帶生意啊 帶總經理 也是一樣 以身教來帶員工 做這個有意義的活動 那越長壽 其實是這個裡頭撰寫的 如果越健康 可以表示越長壽的話 這種利潤是可以接受的 交易運動 十大死亡原因有七項啊 這個就可以慢慢的減輕那種症狀 所以由運動來賺取人生的紅利 這是這個專輯裡面的主要的結論 然後我以這個來代替這個結論 掃地跟這個奧運這麼長的一個階梯 Facial Activity 到更加快更強 然後從打娘胎開始 你知道那個 懷孕期 嬰兒期 跟青春期 這三個時期啊 就可以決定你脂肪 樹木的大小 那不同時期裡面 你那個Size的大小來決定你肥胖度 所以這三個時期 你母親有沒有運動 你母親吃了什麼 吃都不對了 你樹木會急劇增加 然後過了這三個時期她就不動了 那只有靠後天 你運動或飲食控制來做調整 所以你看0歲到100歲 是不是關乎很大 然後其實 我也有一張資料是做運動跟年齡的 不同年齡 我把它改成為青年 青少年 然後這個中老年 跟老年 你的身體機能 會隨著年齡往下跳 它往下跳 產生了一些後遺症 其實運動是主要改變體質的唯一辦法 你要吃藥嗎 改變體質嗎 你要換器官換血改變體質嗎 你要接按摩 按摩 別人幫你操作改變體質嗎 那個其實偶一為之 那不是主動身體內化的改變體質 改變體質唯一的策略就是運動 所以運動是這個 運動素養實踐的範圍 我說這個不管時空裡頭 還有空間裡頭 這個也是運動創意的發揮的空間 其實我做了很多跟運動創意有關係的 在我孩子身上有很多好玩的東西 因為時間不足 沒有辦法跟各位分享 那希望藉由運動 追求主術的感受 那這種主術感受 是你要去參與 藉由豐沛的經驗裡頭 去產生一膽二眼 那個眼就是經驗 參與的過程 吸收的經驗 那永遠不要忘記 運動本質是遊戲 遊戲的本質是追求快樂 所以就是去玩 所以我們回來檢視 中大的體育目標 有點嚴肅 中大體育目標 要享受運動樂趣 養成規律運動習慣 你看規律 一定要規律 因為健康跟體能是從浮動狀態 唯有規律 才可以維持你的體重 你的免疫力在一定的常態 培養運動素養 要把你的理論建構好 然後你就可以享受運動樂趣 藉由規律運動習慣養成 享受運動樂趣 所以我們的中大體育目標 定的是蠻符合這個學禮的 然後去玩快樂 去玩快樂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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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般說話的語言 都比較接近大學生語言 大家都知道 現在大學生語言 都退化到大概幼兒期 就是喜歡用別字 比如說什麼 磕磕磕 呼呼 哭哭 QQ 之類 好 那我就突然發現 不錯耶 其實我們會送大家 Double QQ 什麼意思呢 我們這整套七場的演講聽下來 因為發現大家對於這個運動科學的 這個IQ是提高了 對不對 而且我們有一場也告訴我們 運動可能會讓我們變聰明 這是運動的好處 那運動又會讓我們 比較容易控制自己的情緒 所以我的EQ就提升了 然後再來 運動又讓我們比較有抗壓性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AQ也增加了 最後 幸好我們姚老師幫我們講了一個PQ 所以你看我們這個運動素養就提升了 你看我們四個Q都有 這好像還蠻完美的 所以要 最後要3Q 要謝謝大家 但是我們在入場前 其實有發給各位那個提問單 那不曉得有沒有朋友想要提問的 說一些老師說運動可以抗憂鬱 就是現在都憂鬱症患者 那有沒有一些醫生或是一些文件 在證明說運動可以去抗憂鬱症 這個東西 有很多 那個運動改變大腦那本書裡面 那個John Aretti就是發現他的病人 很多患了憂鬱症身心症之後 不服藥去運動 竟然有70% 可以減少服藥或者是症狀減輕 然後攀岩其實有一種叫醫療攀岩的 其實他用在過動耳 身心症的患者很多 這是病動心理學他們上面做的研究 好 因為其他患者可能亂想 可是你上了岩壁之後 他只想到一個 不要掉下來 所以他就很自然 Focus在他那個 那個不要掉下來的動作上面 這對那個妄想症的也有用 嗯 或許吧 好 一膽二眼三巧四力 一膽是膽量 二眼二眼是眼睛 不是眼氣的眼 三巧是技巧 四力是身體素質 那一膽 膽量最難練 其實膽量啊 我以前在講這個題目 我都用我兒子的一個小時候的 這個 我在拍的一個小片子 他就要去公園裡頭 那個鑽膏啊 下面水湍流 然後大概有 有這麼遠吧 然後那個 那個水管他要走過去 他一掉就掉到水裡頭 然後他就 我去沒講到 走到一半 他就倒頭回去 走到後面 我說你就走過來嘛 前面跟後面一樣距離 你還決定往後退 啊 有一次我在調相機的時候 他就走過來 所以我 我只拍到了大概 大概五分之四 他啟動的時候沒拍到 然後拍完就很高興 那過程就是 可能是 我主觀認為我在訓練他的膽量 知道下面有危險 然後這個 他老爸 膽量最難練 膽量遺傳基因 決定了大半部分 膽量 膽視 所以我在課程上訓練 學生膽量是 我叫你 你要答佑 要答佑 改佑 很多學生都是不講話 你要是不抬頭 你不想讓他來了 武術嘛 一膽二眼三條四例 你答佑 幾乎的那個膽識都沒有 你怎麼敢舉手發問 膽量最難練 第二個是 一膽二眼眼睛就是經驗 你看得多 累積出來的經驗 或者你對打多 你也這樣會處理狀態 你就不緊張 那是累積出來的 像攀岩爬得多 爬得太少 所以就爬不上段 沒有辦法進化 那三巧就是技巧 我們學一個正手拍 學一個八球 那個就是技巧 那記得我們體育課 百分之六十是技巧學習 對於這個 會老師也會幫 安排實戰對練 那就是這個經驗的累積 最後面一個 就平常 體能上面要鍛鍊的 就是你要知道 我剛講那麼多的生理素質 美國人的定義 日本人的定義 包括我們國內的定義 對於你們來講 就那大的嘛 柔軟度 然後肌力 然後這個下肺 下肺的柔軟度 然後這個肌力 就跳單次的肌力 然後跑八百 一千六百的 這個心肺耐力 還有一個身體組成 這個就是你們最基本的 那個體制能 Physical Fitness 對一般人而言 那講到經濟體能 它另外一個範圍 就那個力 就是泛式體能而言 體力最好練的 體力是死的東西 人體都一樣 經過四到六週 一定會有顯著差異 你的這個方法用對了 強度用對了 方法找對了 我剛講過 技巧要花時間好長 經驗要累積 然後膽識靠先天 還有後天的培養 你才有辦法把前面做全 可是體力不是很簡單嗎 你知道亂度差了 你每天就按照既定的方法 在那邊練練練練 我跟你講 一定可以出現效果 但不要急躁 它不是一天兩天 四到六週人體 它就會彈性效果了 好 另外一個問題是 可否對運動前之暖身 運動後之緩和 PR I C E E 即運動後的空窗期 如何保健 保養做 較詳細的敘述 你要說明 你要不讓我下課 運動前的暖身 運動後的緩和 其實是大致一樣 你把緩和運動 減少了大概三分之二 就是緩和運動 把熱身的運動 或者方法 如果前面的這個熱身 它是死的話 你緩和大概做四 緩和做四 然後前面的緩和運 前面的熱身要包括局部的 要包括全身性的 包括靜態 包括動態的 那後面的 基本上只要 不是很累的話 很累的話 要稍微做動態的 動態恢復 大概如果前面一百 你後面做六十五十五十五去做就好 那後面的強調伸展 強調伸展 強度不用那麼強 那熱身的時候 從離心端先做 離開心臟內端 慢慢做到心臟來 從上升下來 但只要有數據就可以了 那這個PRICE P一個是 P就是prevention 就是 運動前的 如果你傷害貼渣 或者是這個 先保護好運動前的 必要的保護 那個其實可以拿掉 因為運動傷害緊急處理 不管你有沒有 有沒有做防護 就受傷了 怎麼處理 那R是開始第一個 只要受傷了 馬上休息 沒有第二句話了 所以那個鄭麗文 鄭麗文 那是個反教育 鄭麗文在北京比賽的時候 第一場就受傷了 為了跟他爸爸的這種 Promise 然後他非得幫他爸爸 在病床上爸爸 爭點榮譽 為了國家榮譽 他是 他是 單腳跳 還先得兩分 可是後來你看 全身在斷掉 後來有三個醫生幫他抬刀 那個受傷 受傷之後 沒有第二句話 就是rest 就休息了 否則傷傷加傷 說不定這個 後果更嚴重 會賠償運動生命 那 癌是癌醒 就是冰膚 冷 症痛 然後消炎 因為紅腫熱痛 是發炎反應 要把熱降下來 然後 冰可以讓局部的 這個 組織 腎血的那種狀態減緩 因為將來的復原 跟你的 流出來 血管的 組織裡面的 淤血量有關係 你流出來的血越多 你將來 復原區越長 你又不處理 將來說不定 纖維化 鈣化之後 就變成一個硬塊 跟你長腔左右 這個是在 冰冬過程當中要注意的 還沒有 還沒有結束 然後愛心 不要超過二十分鐘 剛剛講過了 但是在 在四十八小時 有一縮 七十二小時 只要痛的話 就是經敷了 就是發炎期 發炎期之後 反覆這個流程 變成ICE 那C是combration 因為重力關係 還高 高於心臟就不會疼痛 這個是這個 處理疼痛的方法 那C E是exercise 廣義的exercise 剛剛講復健的這個 運動 那其實復健運動裡面 在溫水跟冷水裡面 熱的大概四十五度 冰水大概大概十五度 冷熱交替法 比單純溫水要來的 有效果 溫度不要太高 太高 會讓煤氣抑制 煤氣在低溫少量 就可以大作用的 可以幫助 復原 復健 然後記得 溫度裡頭要做 廣義的exercise 做活動 產生那個 收縮 活動的主要的 軸向的硬力 然後讓你受傷的患者 神經知道 那是正確的 動作 那最後一個是這個 1 1 1 就是這個 沒有了 1 1 1 對 至於運動後的空窗期 如何保健 運動後 其實免疫下降 對不對 那時候 其實那個病菌要侵犯你 其實不太容易的 病毒要夠強 然後你的皮膚要潰退 然後你的這個 這個 白血球要 要 夠弱 然後你的球蛋白 那些免疫系統要夠弱 才有辦法 崩潰你 到達這個離病 但還有空窗期存在 就是病菌侵犯你之後 那兩段期間 你的免疫系統會啟動 去把它擊潰 然後打不敗 你才會生病 但是運動員 我們強調運動保健 是在運動完之後的緩和運動 就是一個保健的措施 那接下來是 你的家外套 或者保安擦乾 或者更長期的 喝維他命C 幫助這個細胞 這個肌膜的復原 結體組織的復原 都是必要的措施 所以空窗期要做就是 運動完之後 不要馬上 喝冰水 或者吹風 或者馬上去沖澡 這些護衛道的話 其實對於這個 運動啊 獲得益處會相對提高 謝謝 運動可以延長壽命 但是 但是否可延緩老化 對運動員 而非 而非是 而非運動員 有平行壽命調查報告 如壽命不長 禁忌是否有非人性化的批判 坐著好 運動會不會延環老化 看成 哎呦 我本來在想 他今天會不會做這個動作 他果真弱了 我跟你講 運動會延環老化 都覺得我的體能 後面有看到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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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志祺 公志祺 對不起 這個有點麻 這個是 什麼軟度 這個是激勵 哇 很棒 很棒 如果這麼暖身 是錯誤示範 OK 很想兩邊 問題是我不要熱身 就這麼厲害了 熱身起來很厲害 我的意義 他剛剛講的題目是 其實 老化 人的身體年齡 一種是實際年齡 一種是生理年齡 我48年是嘛 應該54歲 7歲 55歲 可是我總覺得我的體力 那個大概 20歲 十七八歲 為什麼 因為我後來發現 有個研究顯示 如果你覺得你比平常 年輕13歲的話 那是個長壽象徵 我好高興 因為最近在整個資料的時候 發現 有一個研究 健康的報告有一個 你比現在多年輕13歲 我算起來 我那是不興趣 我講什麼話 他老是跟他媽一樣 不過那個老化 其實我想 一個是實際年齡 一個是生理年齡 我相信 余謙啊 梁老師啊 或者張老師 因為 你從事那樣運動 被健康的關注 會讓你更關注你的體能 或者你的健康 因為你後面的理論 你有你的理論 何老師也是啊 你看在太年的時候 就像他十七八歲一樣 一下就衝到底了 我相信可以講話老化 那對運動員 那對運動員 而非 對運動員 而非 而非 運動員 要怎麼界定運動員呢 我們有時候在討論的時候 我們都覺得我們不是運動員 我們不是 我們不是競技性的運動員 我們都退出來 運動競技多長啊 那經濟運動員 那經濟運動員 可能要講 現在在場上比賽的 國家級的 或者奧運級的 那個才是 所謂的運動員 那他們為了增 增強表現 或者訓練 可能他們訓練是非人式的 那是很多苦 我記得我兒子在游泳隊的時候 他們一天游泳量是多少 六千 各位 一單次游泳 小學生就六千 然後我相信游泳隊也在這邊 平均國小的游泳隊 他們現在練的量啊 質量都比我們游泳隊來的多 因為他們要衝成績 我們是遺囑的啊 我們基本上 動機沒他們強他那麼強烈 當然身體素質也沒他們 那麼曾經受過磨練 所以 競技運動員的 都有這種報告 有一個報告是 哈佛體能體能實驗室 他們做這種長期的研究啊 發現那個校友 以前是代表隊的人 你不運動之後 你的運動開始慢慢流失 你的體能啊 你的好處慢慢流失 你以前不運動 現在開始運動了 好處慢慢累積 也發現了那個 競技運動員的壽命 是比一般人來的短的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很詭異的 把自己界定為非運動員嘛 所以我們這種運動員的這個壽命 應該會比一般來的長 如果我們都不是運動員的話 當然你們也不是運動員了 你們只要 我跟你講 你們大部分都是那種 hyperconnect disease的患者 這樣可以嗎 你們都是運動不足症候群的患者 所以相對應的去做運動 但是如果你可能我說 老師我不是 我覺得你可能真的去從事運動 運動時間夠長 強度也夠 不要忘記 美國運動醫學會 界定規定運動習慣者 他有三個條件 第一個一個禮拜運動150分鐘 後面兩個條件更嚴苛 每一個運動要持續十分鐘 才可以放進來 你有沒有用那個220減掉年齡 減掉安靜心跳率 刮虎乘上.75到.8之後 再乘上的數值 再減掉安靜心跳率之後 強度 那個不容易的 那個已經不是333的 我跟你講 你到145了 你才可以放進來 用那個強度連續跑十分鐘 所以你的熱身算不算 不算 緩能算不算 不算 你去看看 你一個禮拜有沒有累積150分鐘 他用累積的原因是因為 他之前做那個333 世界規定運動人口 並沒有上來 並沒有上來 表示我做那個宣告 不然那個人是信道 就是可能 可能生活條件 讓他們沒有辦法去 完成到333的這種建議 所以他換一種方式 大概3到5年 就改一個這個 他一個guideline 那麼厚厚一本 所以希望用這個定義 各位可以把他 把自己 變成一個 規律運動習慣的運動 運動者 而不是只拘泥在 體育課 一個禮拜兩個鐘頭 好不好 謝謝 他有一句話講是 非人性化的批判 其實有人講 奧運會是一批機型人 在做體育競賽 這樣可以接受了嗎 奧運會啊 是大概是全人的 百分之零點幾 在一個特定場所裡面 高的特高 然後重的特壯 然後這個游的特快 然後跑的特快忍 那根本不是我們的 我們是 以前講那 競技體能 現在講sport for all for all 是我們這一般的人 所以才有 體育能的概念出來 而不講競技體能 講體勢能 體勢能 是符合我們現在需要的 謝謝大家